怀疑你是秦国的细作 王孙 你瞧我这模样 有谁会找我做细作 这里啊 缺一小时 冰寒刺骨 王孙体弱 多小心才是啊 无妨 每次 秦诏发生动乱 我都会来这里 住上一段日子 已经习惯了 王孙胸怀宽广 在下佩服 我一见落魄王孙 捉襟见肘 穷途陌路 吕兄又何必客气呢 安国君 有二十几个儿子 唯独挑中王孙 可见你有过人之处 文若书生 哪来什么过人之处啊 我的母亲夏姬来自韩国 父亲姬切众多 母亲 不受宠爱 犹如风雨中的一夜扶平 无所依靠 惶惶不可终日 而我 只是父亲二十七个儿子中 最平凡的一个 既得不到父亲的宠爱 又不像 其他兄长们那样 才华过人 所以 就被送到赵国来了 王孙所言不识 安国君是秦国太子 王孙来到赵国之时 恰逢秦国迫切需要东晋 对韩国步步紧逼 韩王被逼无奈求助于赵国 偏赵王坐受余礼 以此为要挟 要秦国派出质子 维持两国友好 秦宫韩 韩 又是王孙母亲的故国 于公于私 你们母子都十分尴尬 王孙自请来到赵国 能赢得安国君的愧疚 保住你们母子的性命 更进一步 可以积蓄力量 博取名声 一个活得如此窘迫的人 哪来得什么雄心壮志啊 吕兄已己夺人 思虑过甚了 自古啊 有功帝者 有功人者 王孙之道 在于宫心 我不懂什么宫心之术 倒是吕兄 明明是一个商人 却对政局十分了解 难怪 别人要怀疑 你是秦国的戏作 王子们 我就是一商人 走南闯北 四处为家 若是对各国局势一无所知 恐怕还没走出赵国边境 就成了一具尸体了 这就是吕兄 羡美的原因吧 你说的是浩兰 浩兰 是个好名字 也算是人如其名 王孙喜欢 吕兄 吕兄开玩笑了 如今我身陷囹羽 自身难保 哪儿来的什么儿女情长 王孙觉着 我们还能活着出去吗 你以为呢 要等着他们放人 恐怕比登天还难 既然知道 又何必再问呢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像王孙这样的人 一定不会默默无闻 死在这样的小囚室的